花鸟字要名龙凤书法、板书字画,因笔画多用花鸟图案而得名,是以字为载体,把字的笔画用花、鸟、鱼、虫、山水等图案代替,即绘画书法为一体。 张志发是一位甘肃平良的花鸟字师承人,他为了使花鸟字更容易传播、更易辨识,在创作花鸟字的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的创新, 他还改进笔法、纸布等工具,借助现代手法、颜料,让人们看到了通俗易懂的传统花鸟字。 日前,他在甘肃白银黄河湿地公园龙园桥首馆向记者介绍,创作精美的花鸟字得有一定的绘画和书法功底,虚熟知草书、行书等自行走势,才能创作出更加行云流水的花鸟字。 张志发改进发明的版笔,使得他的创作过程更加得心应手, 不仅能表现出较好的立体感,还能在教授学生的过程中让孩子们也上手更快。 在纸布改进上,他运用了保存色彩时间更久,线条优美的材质。 白笔是我自制的一种白笔,因为他买的那种白笔不好用,我自制的白笔就是跟随他的软硬程度,画起来的力度, 来表达出来自的一种美观。那么用毛笔写的话,他只是用手改写。 他的受力,这个纸上的受力面来说,毛笔可能更好写一点,这个白笔可能能表现出这个立体形式的效果更好一点。 毛笔它画不出那种立体效果。 张志发认为,在追求创新改进的过程中,不能丢失传承下来的精华,不能脱离传统元素和章法, 需让大家都一目了然,如果太过深奥,灰色难懂,也不利于传播。 我认为这种不断的变化,过程当中才有新的追求。 当然了,也不能脱离这个古老的这个传统的这种,比如说人家这个画的鸟儿用字代表,你不可能脱离它整个的它这个章法去。 这个社会的文化在变化,用现在的手段去创新一点,更好一点,对这个发展更好一点。 你想最早的画桶有毛笔画的,没有这种白笔画,也画不出这种效果。 据了解,花鸟自是东周时期,鸟从书法演变而来,它源于东周,始于汉代,盛行于明清,流传至今。